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小钢炮怎么操作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款是一个小钢炮 金色的 然后这是一个安部头 0.3毫升的 这是一个取药器 也就是连接器 首先我们把连接器这个盖子拔下来 这里有个卡口 安部头连接上 旋转一下 然后抽药 一般我们抽药抽到30 这个黑色的前面的指针指到30这里就可以 然后拔下来 旋转一下 拔下来 放在一边 然后这是安部头充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钢炮 小钢炮在操作之前 首先把这个前面的旋转头 一直调到这个30这边 然后以期再先加压 操作之前首先先加压 加压成功之后这里会弹出来 然后我们装上安部头 30这里要得看一下 然后我们打完第一枪 然后我们打完第一枪 再加压 再旋转 可以旋转到20也可以旋转到25 然后我们打一枪 然后再往下面调 调到15这边 这边 20到15这边中间的计量是0.5个单位 5个单位也就是0.5毫升 0.05毫升 然后如果是调到10这边就是10个单位 20到10这边是10个单位 也就是0.1毫升 它整个流程的操作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 就是前期那条 20章 otes 钟 不 不 非常 falou 这边